一年一度 巴西一貫道總會聯議會 熱鬧登場 包括來自聖保羅地區 臺灣 巴西 共兩百多位信眾參加 有四位講師 分別以不同主題 分享求道心得 同時教大家做五行健身操 讓大家的身心靈 收穫滿滿 中華民國與巴西國旗飄洋 在藍天白雲之間 顯得相當美麗 一貫道總會副理事長曹阿波 也帶著兒女 學生們 在心意南興正德佛堂門口 唱著歡迎歌 與每一位抵達的信眾 握手問候 寒暄 這次出席貴賓包括 總會理事長吳順發 國際佛光會 巴西分會會長陳榕彪 喬吳顧問 許耀義等人 一貫道的征刑 發展到巴西人的陳述裡面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這裡 希望這個道常常在這裡花樣光大 聯議會在四儀宣布下正式開始 吳順發理事長首先致詞 美麗全體道清 大家手牽手 心連心 互接道氣 把一貫道精神傳揚道巴西 研究道學 充實道學 精神再教育 心靈再提升 也提升每一個人的素質 來修辦桌 希望我們每一個人對修身 座家 帝國 兵天下 我們的大目標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有包括基礎組的Sergio 心意男行組Tania 寶光組Livia等人分別配合 投影片主講求道以後要怎麼樣收道 考道 祖先有修送會避應後代 以及寶貴的道等等 信眾們紛紛請做筆記 經過兩個多小時精闢說明 讓眾人享受一場豐富心靈饗宴 獲益良多 他們對這個武術來說 他們也是很幸福 這是百歲 我們是對百歲人 這樣三十幾年來的了解 這是我感到最高興的地方 一方便就是讓他們可以健身 一方便可以讓他們 對這個修身用性 這個類型的工夫 當然是他們救助後 他們也對這個很大的幫助 很大的幫助就是說 他們知道做人的獨立 聯誼會結束之後 曹阿波帶領大家做五行健身操 眾人隨著節拍學習 很快就跳得有板有眼 幾分鐘而已 大家汗流浴背 全身筋骨舒暢 每一個人的身心靈 都獲得很大的滿足 曹阿波1982年移民巴西 先開設武館傳授中國功夫 氣功並為病人針灸 學生有上萬人 至今全巴西有60家功夫館 發揚中華文化 台灣文練士廖士餅 巴西聖保羅 採訪報導 為歐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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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